范迪刚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5月2日接见经济委员会15位成员 承认这个委员会在盛作的改革中起重要作用 教宗说 教会明认依照扶传使命 悉心保护和管理自己财产的责任 特别关心有需要的人 因此透明及效率一切都要以这个目的为中项 这是一项巨大挑战 要求忠信和精明 这条路不会一帆丰盛 需要勇气和决心 合乎福音服务的新思维该当在盛作各管理部门建立起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